大陆河南暴雨沉灾 经过21号晚间又一波大雨侵袭后 现在连之前没烟的地方都烟了 今天凌晨5点我们准备做报道 推开窗户一看 整个城市都成了一片汪洋 整条街都是泡水车水深极西 烟最惨的郑州部分地区一天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相当于被倒进317个西湖的水量 河南一河蓝水坝逼近溃蹄 只好强制爆破泄洪 但21号水灌进郑州地铁站 泡在水中的这一幕 现在有民众质疑是上游的常庄水库 20号早上已经决定泄洪为何到晚上才通报 可能是导致这波殉情的祸首之一 西欧德国的洪灾也有一样的问题 小镇灾民回响大水来临当天 不到半小时整区房屋都淹了 但是欧洲洪水感知系统明明在四天前就通知德国比利时 蓝银河水位可能暴涨却被当耳边风 这波洪灾造成至少195人死亡 德国比利时占了大多数 相较之下临近的荷兰虽然也有灾情 却是临死亡 原因在于常年治水的经验 荷兰借由地下导流让整个国家地面上下都能排水 日本东京也有地下宫殿 降低短时强降雨的治灾可能 这次洪灾恐怕也是德国比利时等地的惨重教训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